大家好,我是FatBeatFashion 今天來從數據的角度跟各位聊聊 2021P League的選秀前瞻 在工程師之後,接下來要連續來兩個通靈特輯 也就是本賽季新成立的球隊高雄鋼鐵人以及新北國王 首先來看到高雄鋼鐵人的部分 目前公布的陣容裡面 去年在夢想家常常幫大家上課的塔克老師 本賽季轉戰鋼鐵人 此外,更網羅到了本季自由市場的大物之一 我們的頭號射手呂正如家蒙 另外還有3D型的球員張柏惟 和夢想家去年的2號中鋒坦克王柏智 但除了他們四位之外,現有的陣容都還沒有公布 也增加了我們在評估整體戰力的難度 看到現有陣容去年數據表現的部分 塔克老師以外圍投射為主的2分球命中率高達5x2之外 每場出手超過12次的3分球 還能夠維持近3成的水準 每場還要站上罰球線7次 得分的能力是無庸置疑的 雖然他佔據終結球權 也就是usage的比例偏高 有來到30% 但他的效率值也有達到26% 其實是可以被接受的 王柏智的部分 去年在夢想家表現的時間算不上很多 作為李德威的替補 更多時候他會需要對位到洋將 身材上的劣勢只有195公分 讓他逃不到太多的便宜 本來在大學時期很擅長的籃板 也沒有太好的發揮 今年度可以持續觀察 當球隊給他空間更大的時候 他是否有機會從防守做起 呂正如的部分 則是完全彰顯了射手本色 他是去年度SBL賽場上 場均三分球出手超過5次的球員中 第二準的 三分球命中率高達34.3% 僅次於于淳安的35.08% 場均超過10分的表現 在SBL也是領先的 相信在P.League也還有上升的空間 所以看到鋼鐵人的選秀傾向的部分 現階段球員名單還比較少的情況之下 除了積極的網羅自由球員 透過選秀馬上補晉級戰力 當然也是一個有效的做法 尤其今年選秀名單中 第一輪的球員和第二輪其實有不小的落差 所以他們也選擇了和夢想家交易了 第一輪第五順位的選秀權 讓他們可以在第一輪的選秀高達3次 想必心中一定有明確的目標 我認為第一輪他們會把極戰力與否 作為重要的考量 除了偏得分的2號 由塔克老師 呂正如可以打3號之外 可能1號4號5號 都可以是他們選擇的目標 第二輪之後 他們可能可以選擇 可以快速對線的角色球員 可以穩定控場的控球 具有防守能力的風險 或具有籃板能力的內線等等 只要單一功能完成度夠高 都有可能是他們選擇的目標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順位的新北國王 也是一個線索非常少的難題 目前已經知道的 有上一季在玉龍的李凱燕 還有在台皮的簡佑哲 組成了厚長火力十足的雙槍組合 再搭配上一季在工程師 表現機會比較少一點的風險靈力人 還有來自SBL9泰 爆發力非常好的前鋒領風 看到數據面的部分 雙槍李凱燕和簡佑哲的命中率表現都不錯 雖然李凱燕的三分球命中率稍微低一點 但是還是高於聯盟平均 此外李凱燕的傳球能力也非常不錯 助攻比有到25.6 兩個人應該可以合力搭配其不錯的火力 李凱鋒和林立仁上個賽季的上場時間就比較有限 從數據面來看 狀態是比較難被掌握到的 所以來看到新北國王的選秀傾向部分 因為李凱燕 簡佑哲兩個人的身材都不算太高大 可能還是要先從保護籃框的內線 作為首要選擇的目標 再來和鋼鐵人同理的 會需要功能型的擊戰力 得分可能不是首要的 但是控制節奏、鞏固籃板 單一功能型的球員可能更適合 然後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感谢观看